親愛的朋友 大家平安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個主題 叫做戴著開心的價值 我們來感察那些戴著開心的價值 如果以前幾年我們很不確定 約到朋友的委員中 戴著人生 穩重的罪惡 今天這個經文就清楚來明明 尖閣的十八年是 紓亞人比勒達的季節 這個季節只有一個目的 就是要證明約是壞人 是罪人 所以所有的財產都是罪有應得 都是活該製造 都是相對公義的心法 如果我們不是偽頭看這個故事 如果我們只是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 遇到一個同樣受苦的人 人間也是這樣認為 請記得 比勒達是右邊的朋友 是北京右邊作為口 作為替口 作為比哀的朋友 但是這個朋友在反覆的辯論中間 開始漸漸転現對右邊的頂嘴 比勒達的唯一是一份冷水 冰水的同樣 殘酷地教醒我們 提起我們這些主任委好人的人 我們真正是責任 提起我們這些主任委是 按照信用的隔壇來過生活的基督度 我們是隔壇來相信表面的善凶 我們是隔壇用意 豚膽 流言八卦 我們是隔壇發喜頂嘴巴朗 所以媒體殺人 輿論殺人 已經是今天臺灣社會亂象之一 不怪 有人會說 社會的垂直 真正第一個問號 尤其是那些打著宗教正義的旗號 戴上派心的委員 是抹抹到撒海揮壞的開朗 不怪 圣經不斷地教是 我們要說做酒看麵安慰的為 讓我們的委員戴到 真面目更熟的開朗 就主任命了 因為我們是嘴唇不截的人 戴到嘴唇不截的人民中間 原來像這樣基督說 主啊 讓我照到你的心 你的法度講話 所以我的委員 可以戴來做酒看麵安慰的開朗 求你禁止我的嘴 讓我帶到派心的委員 不對我的嘴來出 求你審命我 如果我在委員中間 得到你 又得到你 求你依地 要讓我的委員受傷害過的人 又讓我有勇氣 人物我自己也不對 追求他們的完美 跟他們好好 管你欠缺我的委員 我的嘴唇 讓我用我的委員 來善用他 吃醉 團佈 福音 信息的書家 奉課 主要收基督的聖名來求 Amen